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3回 月龙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幕丝毫没有阻止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韩丽眉梢一条 双目重新一睁而开 眉宇之间的那根金丝一闪 从金端上溃散消失了 好精纯的天地能量 里面所含的灵气 应该是同体积极品灵石的素背上 纯净的程度绝非 一般的灵石可比 但里面的结构有些怪异啊 竟然有先天灵文在其中 炼制法器的话 应该会形成某种特殊的神通法 就不知其坚韧的程度如何呢 韩丽有几分凝重地说道 哎呀 韩兴果然是灰眼如尽 竟将这吉原经的特殊处 大半都说得出来 至于他的坚韧的程度 导游尽可自行一世啊 月龙双目一亮 服务长笑道 好吧 既然导游这么说 那韩帽就试上一试 韩丽脸上一丝异色闪过 下一刻一张口呢 一根青丝发出破空之声射出 围着手中的金砖飞快的一绕 又一闪的击射而回 淡蓝色金砖蓝光大盛 表面浮现出了一道浅浅的剑痕 接着呢 一圈圈淡蓝色的光韵 一闪而现过后 镜痕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的变淡消失了 重圆素灵 此材料竟然具有素灵奇效 韩丽脸一下子失声出口 韩兄一眼就看出了素灵特性来 真不愧为如此大名声之人哪 不错 不光这一块 其他的两块金研精呢 那也都具有此种奇效的 用此种材料炼制的宝物 除非说本皮彻底的非灰泯灭 否则的话 只要说有足够的时间 都可以自行修补如初 一些本命的宝物 虽然也有自行修补的特性 但那必须在主人不停的 用真元培育 并且花费时间之久 也远非用重圆素性材料 炼制宝物可比 孤儿集中的价值之大 那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吧 具有重圆素灵的材料 不光在灵界 那就算在其他界面 也是罕见至极了 更何况说 此物能应接我剑光一击 而不被一掌而开 可见在坚韧性上 也绝对非同小可呢 道友将这集园经突然拿出来 不会真的只想在下评论一番吧 杭力把玩着手中的金砖片刻 才若有所思的从对面说道 道友可真是快人快语 那小弟就不绕圈子了 在下邀请韩兄到此呢 的确是打算有一事相求啊 而事成之后 就用这三块集精 作为报仇相赠 道友觉得如何呀 月龙呢 先是一愣 但眨了眨眼里之后 马上面不改色的说道 一块集园经 下着就不想了 道友竟然愿意三块相赠 所觉得事情不太简单吧 道友姑且说上一说 韩某才做决定吧 杭力眉头一皱 打亮了手中金砖两眼之后 不动声色的说 此事呢 对一般大臣或许说有些困难 可对韩兄这样的大臣存在 却不值一提呀 在下费尽心机的炼制出了这种集园经 就是想用这种材料 炼制一件五行至宝 要用来抵挡 下次大天节 但是岳某花费了数千年苦工 才只能炼制出水火土三种属性的集园经 若想得到其他两种属性的紫材料 就必须有人相助才行啊 韩兄应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热龙略犹豫之后也就坦然的说道 道友想让韩某帮忙炼制集园经 韩某文言大感意外起来 不错 不瞒韩兄 这种集园经的炼制啊 必须借助不同属性的天地之力呢 才能形成的 前面三种属性的集园经还好 岳某虽然失败次数不少 但总算是成功了几次 唯独炼制后面的金木两种属性的集园经 引下的天地之力实在是太过惊人 已经不是在下能够抵挡控制住的了 这才不得不请到韩兄的头上啊 热龙冲着韩某抱拳 异常诚恳的说道 若真的只是帮忙控制天地之力 在下呢 倒不是不能出手相助 不过韩某还有两个不解之处 希望道友再解惑呀 韩力唇音了一下 谨慎的问道 韩兄尽管问就是了 在下之无不言啊 热龙大喜过望 不加思索的说 道友是第一次见在下吧 既然说想找人帮忙 为什么不邀请其他相识至交做此事呢 其次 我助你控制引下来的天地之力 不会有什么想不到的极大的危险吧 毕竟说天地之力变幻莫测 危能那是深不可测的 另外 道友怎么肯定韩某能够帮你炼制出其他属性的集园精出来呢 就不怕在下 利索不行吗 韩力看着月龙 目中又惊芒一闪而过 韩兄 原来只是对在下有些不放心而已 哎呀 这个很正常 欢乐月某遇到这种事情的只会更加小心几分的 不过 道友请放心 这些问题啊 月某都可以是一一解答答 月龙听完了行力所问之后 反而哈哈哈哈大笑 哦 那在下可就要洗耳工听了 行力是神色不灭 第一个问题 是因为道友为亲眼目睹在下所引下的金木两种天地之力 才会如此想的 这后两种天地之力啊 远比前三种难以引出 故而他强大的程度也是前三种天地之力的数倍以上 根本不是一般大成能够抵挡的 在下当时啊 试过两次就不敢再尝试第三次了 月某好友虽然有几个 但论修为神通程度嘛 就不过和月某差不多程度而已 自然同样没有办法应对这两种天地之力的威能 而且对这天地之力的控制又绝对不是靠人数多就可以弥补的 只能交于一人控制才能够运转如意 将这极元经炼制出来呀 月龙神色一速开始认真地讲述了起来 只一说第二个问题 若是在下说真的丝毫危险没有 那自然是太虚假了一些了 但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 控制天地之力的危险的程度嘛 的确可以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起码前两次月某想操控这金木两种天地之力的时候 只是有惊无险而已呀 至于的 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 月龙说到这儿 他的话语微微的顿了一下 在下根本别无选择 若是在一年内再无法炼制出金木两种属性的极元经 恐怕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 眼下也只有韩兄最有希望助我成功啊 月龙的脸上满是苦笑之色的 哦 没有机会 此话怎讲 听到这儿 韩丽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韩兄不知啊 这天地之力引出并非简单的事情 不但说需要寻觅特殊的灵地 而且呢 还需事先预测好准确的时辰 算出天地间的星辰之力变化时期 这才有可能成功的 我先前之所以能这般顺利的炼制出前面的极元经 那可是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请足中一位占卜师耗费了许多的寿源 才能够准确的预测到星辰的变化 引下所需属性的天地之力 根据其预测 金木两种属性的天地之力的星辰变化 原本就是极为难出现的 若不是在下预测时期内 抓紧炼制极元经的话 下一次出现 那就不知道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 岳某根本没有时间空等下去 必须在所生的一年之内 炼制出极元经才行啊 要不是今日忽然碰见了道友 在下原本打算冒险呢 去寝动一名名声并不太好的老怪物出手相助 现在有韩兄的话 那自然是更好的选择了 起码寒凶肯去磨叽冒险斩杀 明虫之母 救出了这么多的灵界道友出来 在诚信上 应该更值得相信一些呀 月龙呢 一口气说出了许多话 韩丽听完这一切 神色不变 可心中呢 却各种念头飞快的转动 他在暗自做着一些判断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他请吐了一口气 虽然我对阁下的了解并不多 但刚才的回答呢 让我还算满意 而且看不出道友用虚言欺骗我的必要 呃 我看这样吧 若是帮你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话呢 我可以先答应下来 但是报酬嘛 除了这三块材料之外 新炼制出来的其他两种属性的极元金 我也要各要一块 而且这三块材料 要当作预付的定金 现在就交付才可 没问题 道友放心 原来天地之力的灵弼 正好呢 就在附近不远处 随时都可马上开始炼制 至于说这三块集园精 现在已经是道友的了 月龙大喜过望 根本没有讨价还价 道友如此说 韩某自然也不会拖拖拉拉的 月道友真觉得有必要 我们现在就可启程去那灵地 杭力满意着一笑 袖子一抖一片霞光 往其他两个银盘上一卷而去 一闪过后 就将三块集园精的全都收入了起来 很好 没想到道友也是这么豪爽之人 不过要引发金木两种天地之力 小弟呢 还是要稍做一些准备的 这样吧 韩兄在我这里烧住一晚 明天再一同赶往灵地处 你看如何呀 月龙闻言欣喜过望 但略全音过后 仍然是这般说道 好吧 那就明天吧 那在下就在道友这里 讨扰一晚 韩丽想了想之后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月龙闻言呢 自然是极为高兴 当即一声吩咐下去 一对对非灵族的侍女走进了大厅 将更多的灵果灵酒送了上来 下面的时间 这位非灵族大城当即和韩丽在这里推杯唤斩地闲聊了起来 哎对了 在下想向月道友打听一个人呢 不知是否知道 杭利忽忽然想起了什么 向月龙问道 哦 只要是在下认识之人 当然会如实相告的 月龙有些奇怪 可还是不加思索的回答 此人嘛 说起来也是非灵族的道友 不过出身应该是五光族 一身五色神光神通 可是着实不弱 道友同为非灵族大城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此人吧 杭利盯着对方缓缓地说道 啊 五光族 此人姓什么 道友在何处见到过 月龙一惊 神色大变急忙问道 刚才 好像是韩某向道友询问吧 韩利叹了口气 似笑非笑 哎呀 你看 这月某失态了 只是道友 刚才所问实在是出乎在下所料 我们非灵族 虽然在风源大陆 谈不上说是什么大族 但族中大城存在的 也一向从未少于三人以下过 不过五光族的话 近百万年来 就只出现过一人而已 但当年这个人在刚一进入大城的时候 就立刻离开族中远行 从此再也没有任何阴信传来 我等自然以为他早已经陨落掉了 现在月某突然从道友的口中得到了一些消息 这自然是有些失礼了 道友可知道本族的这位道友的什么事情吗 还望先告啊 月龙神色是很快的就恢复如常 并抱歉一声说道 这就难怪了 可惜的是啊 我和这位道友呢 也只是多年前 在忙慌某一险地偶然相遇过一次 除了知道姓易 见识了一下五色孔雀变身之外 并没有真的交谈什么 只是今日见到道友 才忽然想起此事 所以询问了一下 韩律神色不变 呃 姓易 那肯定就是本族那位五光族道友无疑了 原来他并没有隐落 只是不知道是何缘故 还在外面游历未归而已 这可真是太好了 希望易道友能够早日重返族中啊 月龙的长吐了一口气 他的脸上重新流露出了笑容 不过韩律却从他的笑容当中 隐隐约约地看出了一丝僵硬之色 似乎他和这位五光族大臣之间关系 很是不简单啊 韩律心中顿时有了几分了然 他的嘴角淡淡一笑 随后一句话就把这个话题给扯开了 转到了修炼之上 他对于异性老者真正的下场 是虽好口风未漏 而月龙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继续的追问下去 而是略以宁神之后呢 真的和韩律交换了一些修炼上的心得起来 但到二者交谈有些兴起的时候 听门外却人影一晃 一名非灵族侍女走了进来 冲着月龙恭敬的身世一礼 回禀老祖 外面有天鹏族金长老求见 老祖是否要召见他们呢 不见不见 什么人都不见 你怎么一点眼色都没有呢 你没看见我正在招待贵客的吗 月龙脸色一沉 不加思索的训斥 老祖恕罪 下边的这名非灵族侍女啊 这个时候吓得是花容失色 急忙是叩首请罪 正要退出大厅的时候 韩律却突然说道 启慢 是金长老 莫非就是天鹏一族大长老金月吗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接下来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4回 那名侍女啊 吓得是花容失色 急忙靠手请罪 就要退出大厅的时候 韩律却目光一闪叫住了他 启慢 是金长老 莫非说就是天鹏一族大长老金月吗 怎么 倒有认识金月长老 月龙大感意外 哦 当年和此女有过庶面之缘 也算是一位旧人了 我看 就让他进来见一见吧 韩律不知可否的说道 既然金长老是寒凶旧时 那此人倒不一样了 去 让金长老进来吧 月龙的脸上一丝惊讶闪过 但口中却丝毫犹豫没有的吩咐了一声 是 老左 侍女见月龙亲自下令 虽然没有二话 应声答应退下去了 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 一名背声金色语赤 身披白袍的飞龄族女子 随着侍女呢 走了进来 此女看似少女不样 面容普通 但却自有一种雍容气息散出 正是当年呢 和韩律有过一番交易的 天鹏族大长老金月 拜见月老祖 金月因进入大厅 目光立刻就落到了月龙的身上 上前几步当即低手一礼 并不敢东张西望 不过在这一瞬间呢 她在目光也从韩律的身上一扫而过 但除了隐隐觉得有几分眼熟之外 她没有别的感觉 不过心中也是暗暗一礼呢 能和月龙对面平坐的存在 肯定也是其他大成修士了 难道是其曾经见过一面的其他的大成老祖吗 金月心中 不由自主的这般想到 毕竟韩律现在修为和当初那是天壤之别啊 无论气息还是神态 同样的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让此理呢 竟一时之间没有想到这位昔日的族中圣子来 起来吧金月 你不在族中主持天旁族事务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你应该记得 没有我亲自召见 百年之内非灵族当中任何一族使者 顶多只能见我一次的 月龙摆手的让金月起身之后淡淡的回了一句 回禀老祖 晚辈这次实在是没有法子了 才不得不求到老祖这儿来呀 半年前 赤戎族忽然大举动作 无视族规侵占了本族十几条灵脉 数作成池 并无视晚辈警告的 将此区域天鹏族人尽数掠走 晚辈亲自找到了赤戎族处 可是谁知道啊 却被对方庶民长老联手激伤 不得不重返族中休养半年 这才能勉强的到老祖这边申辨此事啊 金月一抬头 面现奋慨之色 哎 又是你们和赤戎族的事情 你可知道 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啊 玉蓉文言叹了口气流露出了几分无奈之色 什么 难道是 金月心中已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不错 三个月前呢 赤戎族的大长老就亲自爬老夫这儿 同样的哭诉了一番 不过他却是说 是你们天鹏族一年前先侵占了他们一族的领地 这才会有这一次以牙还牙的报复的举动 老祖明见 这绝对是赤戎族的污蔑之源 一年前的事情是另有缘由的 是赤戎族先 金月脸色一白顿时情急的想要解释什么 我现在全心应对下一次大劫之事 你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夫又怎么可能一一过问是非曲直啊 只要不是涉及一族生死存亡的事情 你啊 就不用再来找老夫 好了 现在就下去吧 月龙声音一冷 面无表情的打断了 可是老祖 赤戎族如此势大 这般下去的话 我们天鹏族作人说不会灭绝 也绝对会变得衰弱无比 还望老祖开恩 一定要为天鹏一族主持个公道啊 金月文言的脸色大便急忙再次跪拜 恳求了起来 哼 怎么了 你没听到老夫刚才的话是吗 还是你觉得老夫对这件事情 处理不公啊 月龙双目一眯 鼻中猛哼了一声 同时一股恐怖的气息 众人之间从身上爆发而出了 金月只觉得四周虚空猛然一紧啊 他的整个身躯一下子变得沉重无比 竟然被这股恐怖的气息 压得没有办法直升而起了 老祖受罪 晚辈绝无此意 绝无此意啊 金月脸色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 心中惶恐无比 算了吧 亲道友从三和我也有过一番交往 看在韩某的面子上 不妨就帮他一把吧 一旁原本静静端坐的韩力 袖子一抖忽然轻笑了一声说道 刹那之间也美压在金月身上的无形距离 在另一股波动的干扰之下 一下子如同三叶的羊血一般化为了无形 金月大师一惊 不停恶然的抬头望向了韩力 这既然是很凶说情 算是小事一桩小事一桩了 金月啊 你还不快快拜谢韩道友的求情之恩呢 月龙面对韩力的出手并没有生气 反而笑眯眯的满口答应了下来 啊 是你 就在这个时候 金月终于从有些熟悉的声音当中 一下子就认出了韩力 再见月龙这位非灵族老祖 这般对待韩力的口气 脸上的表情自然是精彩万分了 什么是你 这是人族的韩力道友 一身神通还在老祖我之上呢 月龙闻言之后脸色一沉 不怒自威的低于鹤里声 韩道友 不 韩老祖受罪 晚辈只是突然再见前辈 这才有些失态了 金月过了好一会儿啊 这才压下了心头狂雷一般的骇人 急忙低头呢 对韩力是大礼参拜 虽然这么多年没见 但那点时间对一位合体其存在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韩力这位昔日和其做过两次交易 并且短短的时间之内 修为就和其并驾齐齐过的圣子 在此里的印象当中 那自然是极为的深刻的 可是如今啊 不过才又过数百年的时间 韩力就再次气息大变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还一下子成为了和月龙 这位非灵族老祖品等相交的存在 如此巨大的变化 再加上这般突然 纵然金月一向心机颇深 也在震惊当中的有些恍惚了 好了 下去吧 我呢既然答应了韩道友 自会抽出时间 对你们两族的事情加以调解一番的 月龙并没有给金月多留什么时间 他一摆手啊 再次一板连孔的吩咐了一声 是 晚辈 这就告退 金月纵然说 满身疑惑和骇然 他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违抗命令呢 但此女在直起身子的瞬间 仍然忍不住啊 再打亮了韩力一眼 好肯定对方的真是所想的那一位 而不是自己忽然眼花 看错了 韩力微微一笑 他似乎猜出了此女现在心中所想 当即嘴唇无声的颤瞪了几下 下一刻 金月的耳中当即响起了传音之声 不管我和天堂族当年如何 但这一次出言相助之后 我和贵族之间的恩怨就算了清了 以后也不必再来找我的 金月心中一惊 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韩力秀中却单手一掐掘 一根手指触其虚空一点 轰了一声 此女足下忽然十几道迎湖浮醒而出 并几个闪动过后 就化为了一座小型雷阵 阵阵电光往其身上一卷而去 此女只觉得四周的景色一阵模糊 就一下子从大厅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韩力竟然施展出了雷阵树 直接将此女呢传颂住了巨塔 好好一招西空传颂 他来道有神通之大 还在岳某的预料之上啊 但如此一来 在下可就更加的放心了呀 岳龙见此却双目一亮 岳龙见此却双目一亮 离此巨塔极远的一个普通建筑上空 扑动一起 秦岳在无数道银湖缭绕当中 一下子浮现而出 他打亮了四周的景色之后 满脸的吃惊 再望了一望 远处的巨塔表情又一下子变得阴晴不定了 第二天 当天空还有些灰蒙蒙的时候 一清一黑两道顿光 从巨塔当中一飞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就发出了破空之声 向暴易方向 吸射而去了 大半天之后 两道惊鸿的就飞到了一片小型的山脉中 并在两座小山中间的一片洼地处一落而下 这里就是你找到的灵地吗 顿光一脸 寒烈现身而出 目光一扫左右之后 眉头微微一皱地问道 这片洼地区域内 除了无数大小不一的土坑之外 地面赫然光秃秃一片 树里范围之内不但寸草不生 脱体的地方啊 全都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的一掌而过一般 显得比四周的地面硬生生的矮上一大截 唯一有些显眼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这片洼地中心处高高耸立的一根青铜巨柱 只见这个柱子呢 足有百丈之高 表面明印有一层层的纹阵 它又秀气斑斑和有一些残破 似乎年代很是久远的样子 寒行啦 不要看这里不起眼 但先前此地可不是这个模样 只不过说被前两次天节接连轰击过后 这才变得如此的荒凉 但是和接受天地之力的灵地实在是不大好找 也只能讲究一下啦 月龙在附近的另一个位置一上而现 大步的向青铜圆柱走去 他的嘴里边呢 还向寒历解释着 原来如此 不过道友引发天地之力 不会说只靠这件法去吧 哈利点了点头 望了一眼青铜柱子 有些犹豫 那当然不可能了 这个柱子的名字叫金风柱 是我呢特意打造出引来金属性之力的辅助寄 有之一 只因上次失败受到了一些损坏 才没有加以收回 现在要再引发新的天地之力 自然要动用新的器物了 月龙黑黑一笑的说道 他单手一挥 数以百计的青色光团漫天飞出 同时呢 往洼地四周一落 化为了上百根青铜锯柱分布在地面上 只是每一根呢都赠量无比 崭新如初 接着月龙又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默然一掐绝 地面上轰轰之声大响啊 青铜柱子全都一阵眼花缭乱的晃动 经顷刻之间布置成了一个巨大的法阵 将月龙以及韩力全都围在了最中心处 金锋柱一共是一百零八颗 正好呢 可以组成一套金刚锋魔阵 有了此阵的话 就可以大幅度的削弱下面 索引天地之力的大半的威能 道友啊 在按照昨晚我所说的行动 就可以较容易的控制此天地能量了 月龙一等法阵定型 咒语之声一顿 连忙解释了几句 好吧 道友尽管施法 到时候我自然会剑机出手 行力神色如常 随后呢 身形一个模糊 竟然一下子出现在附近一根青铜柱的顶端 双手一倍站在那时不动 月龙剑此自然大喜过望 二话不说 袖子再次的连连甩动 密密麻麻的阵齐阵盘 接连狂勇而出 化为了无数流营 向洼地的边缘处积水而去 不大的功夫过后 在青铜法阵外 又布置下了大小不一的七八种 其他的玄妙的进制 这个时候 月龙在一张口 又一下子喷出了五件 截然不同的宝物出来 一只白色的细顶玉瓶 一只紫金葫芦 一枚青色的罗盘 和一口淡银色的顶炉 还有一柄赤红的羽扇 这五件宝物刚一飞出 立刻就在老者四周 盘旋飞舞了起来 月龙呢 冲其中的青色罗盘 摇摇一点 哼的一声过后 罗盘立刻迎风狂战而起 竟幻化成了 仗序一般巨大 表面各种霞光 一阵缭绕过后 竟幻化出了一片 漆黑的星空 里面点点星光闪动不已 隐约对应着 无数的星辰 这个时候 月龙两手在同时一个翻转 手心中 竟各自浮现出了三颗 淡银色的圆珠 和一面黑沙一般的丝网 并毫不犹豫地 冲含了一炮而去 这是我昨日答应道友的 两件抵挡天地之力的宝物 道友只要善加运用 自然妙用无穷啊 月龙此刻面露民众之色 多谢道友之言 我自然会小心使用 哈利把这两件宝物一把抓住 扫了眼过后 淡淡地回了一句 月龙点了点头 就此盘膝坐下 开始望着眼前的罗盘 静静无语 时间是一点一点的过去 足足两个时辰过后 忽然青色罗盘 幻化的星空 一阵模糊荡漾 上面树颗呀 原本毫不起眼的星辰呢 一下子光芒大放 并透过罗盘 隐约地传递出了一股 诡异的波动出来 早有小心 星辰变化开始了 在下要开始 引发天地之力咯 月龙一见此景的 双目周然一亮 面露火热之色的大喝道 他猛然单手一拍地面 哼里声闷响过后 一股无形的波动当即 从其身下一点而开 所过之处地下 全都轰隆之声大起啊 四周早就布置下的 那些禁制 也都在同一时间 翁鸣之声大起 或幻化出了一层层光幕 或有一股股浓雾狂有而出 在虚空当中的飘荡不已 至于说 挖地中的那一百零八根 青铜巨柱 且狂闪了底下之后 一枚枚金色的符纹大亮而起 放出了刺眼至极的光芒出了呀 月龙见此呢 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只见他一下子站起了身 手臂一动过后 冲着那个紫金的葫芦 飞快的西空一招 只见此活络一颤之下 当即呢 无声的倒着而下 虎口处 点点霞光一紧过后 竟从中 一下子就喷出了一股 金灿灿的 不知名的粉末出来 而这些粉末 看起来细小无比 可刚一放出的瞬间呢 竟然纷纷笔直的 往地面坠落积蓄 似乎沉重无比的乌鸦 这粉末看起来 实在是诡异至极呀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提起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535回